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曾经处理了一大批贪官和不作为的官员 所以朝廷上的官员几乎人人自危 都担心早上上朝后就回不去了 甚至有点活一天就赚一天的感觉 但即使这样依然还有大臣在背着皇帝大肆连财 唐文瑶就是这样的人 他一边敛财 一边则将自己伪装成一名非常清廉的官员 甚至天天吃白菜 用镇皇帝的眼 献非常多 对唐文瑶的行为 刚开始还是有点欣慰的 但随后的调查 则让他非常震怒 直接下令将其处死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以下两点 其一 唐文瑶确实每天都吃白菜 但他烧白菜用的柴火 却是人参 人参是一种很好的补品 价格非常昂贵 以唐文瑶的工资 显然是太奢侈了 那么他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答案就很明显了 再说 用人参当柴火 也从侧面反映了他的富有 而他的富有 显然是通过贪污来的 对于贪官 雍正皇帝是非常痛恨的 见一个灭一个 其二 唐文瑶不仅贪 而且还娶了非常多的小妾 关键是他模仿皇帝 翻牌妃子的方式 让小妾事情 这让皇帝更是恼怒 所以 综合以上分析 唐文瑶即使再怎么伪装 碰上精明的雍正皇帝 还是南逃奔灭的下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